環島旅行是個夢想 有人用騎車的 有人用搭車的 但是你可曾想過 有人是用走路環島嗎 這是一個真實的感人故事 就發生在2008年 這位家住在基隆的黃志勇先生 他在內湖的焚化炉擔任清潔工 他的妻子罹患了小腦萎縮症 全身癱瘓 黃志勇說環島是他們夫妻倆 早就說好的夢想 如果再不出發恐怕就沒機會了 所以他跟妻子說既然遲早都得死 寧願走出了家門 就算走到一半你就過世了 也寧願死在太平洋戰狼的海水前 我們都不能夠向命運來低頭 最後這一對夫妻他們花了 75天的時間 走完了台灣 1139公里的海岸線 我們來看慈恩記者 福嘉慶 丁恩好的報導 有些事情我也說不明白 我想和你在一起為什麼捨不得分開 那麼這一對夫妻當中的妻子 她是因為罹患了小腦萎縮症 導致她四肢癱瘓 不過她的丈夫對她不離不棄 從今年的6月17號開始 就推著輪椅帶著太太到處環島 你曾問過是什麼令我對你難以忘懷 朋友介紹了認識 認識半年就結婚 那時候很漂亮 做事很耐心 老婆記得第一次牽手看看 我們說過總有一天要一塊環島 就讓我推著你出發吧 我就說那你以後要帶我去 所以我答應她的 最後結果到生命的她的夢境 還幫她實現 一切都是因為愛 你看 遠方那個延伸出的海峽就是野流 這趟環島之旅 就算推到輪椅的輪胎都磨破了 我也要撐下去 因為有些事情今天不做 明天就會後悔 那喜歡偉縮症 他當他偉縮的時候 所有跟運動有關都會開始 開始不正常 喜歡偉縮症到目前為止 確實沒有藥可以移植 他最後一定會離開這個人世 幫他完成他的夢想 假如走到一半 就要生命到終止 也是夢想的 也算是完成一部分 走到哪裡算了嗎 就能讓我再站起來 1995年的那一天 你一如往常地回家 你不是故意的 但鑰匙就是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走進了廚房 你連倒一杯水都很吃力 我知道你也有了一股不祥的預感 好 好 平衡館就慢慢變長 走路平衡館 因為小腦控制了四肢神經 那時候走路就慢慢會 像喝醉酒這樣 偏來偏氣了 才要摸牆壁摸柱子才有辦法走 當你這一灘坐在地上 我們的家從這一天開始 突然間也癱瘓了 潮汐不遺忘愛的事 其實我們有悲傷的想要去 我們宣戀自殺死去 但是我想 剛才去冒險死 比自殺好 所以我們夫婦就去冒險 假如我們到徒步的半路上死掉 比自殺好很多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趕而去 我們夫婦的共識是這樣 那時候就想說 最好可能生命不是很長 所以說盡量充實每一天 不會難過 但他不會表演在外面 而是說他算是蠻堅強的 他那個過程其實很辛苦 像他們去環島 可能到了一半 身體非常不適 馬上就要車到醫院去 這是非常常見的 那有時候你知道大家應該知道 志勇他非常刻苦耐勞的 他們有時候睡在那個車上 有時候跟人家借民處理去 有時候住在廟裡面 苦中求樂啊 很累是很累 但是要把這個 照顧病人是很痛的 我們辛苦的 就把它當成有樂趣啊 這段感人的故事發生在2007年 家住在基隆的黃志勇 他不甘心妻子被消耗萎縮症折磨了13年 他決定要推著妻子去找一種 只有他們兩個人才懂的特效藥 風雨再大也不能夠停下腳步 因為稍有耽誤 就怕妻子來不及看見 他精心準備的禮物了 他不是個有錢人 他只是一個日夜顛倒上班 臨不到四萬月薪的清潔隊員 這首顧著輪椅 那一首還要顧著菜籃推車 因為推車和背包 就是這趟旅程全部的盤盤 2007年6月17號 兩個人從基隆搭車到桃園觀音鄉 從觀音鄉出發 因為觀音是我以前出發地點 出發 我1985年的第一次返導 就是觀音往南出發 從觀音鄉出發 沒走三天 黃志勇就得搭車回去上班九天 再搭車回到上一個終點 繼續地走下去 走三天 工作九天 他們分批完成了環島任務 眼前的那一片太平洋 就是治療妻子的特效藥 也是黃志勇要送給妻子 最無價的禮物 他們的故事經過了報道 他們的故事經過了報導 他們感動了很多人 野柳這位餐廳老闆千盼萬盼 終於等到了夫妻倆經過 我要買 走 我帶你去接腳 我是要先問一下 不用問解 我不感動 這好像也沒有 我帶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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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走近 都像是 你跟他說你們帶 是從海東走過來的 有看過嗎 有 我看到他站上面 什麼時候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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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等 我們在等 我們在那邊 有看過往往站 來 來 我還在走 你要講 這是 站回去 不要拍了 走吧 很多人都 都想要幫忙 如果我們沒送到的話 你要住哪裡 我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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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快點 快點 你們吃 你們有沒有吃飯 怎麼樣 吃了沒有 老婆你去買 快點 你去買 聽到他 碰到這個 很友善的人 會請我們吃飯 他會笑一下 所以 心裡很高興這樣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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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在臉 跟著一起看 去那個海洋生態博物館 你看 住在那邊 住在大水 外面 我們就住在那邊 旁邊就像大海 自身大海 很高興 很高興 附近派出所遠景看到報道 馬上義務提供宿舍 讓他們過夜 加油 加油 謝謝 這是達人公宿舍 應該是這個背景吧 一天一天一個人給我錢 給我代表旁邊 表示說你可以寫派出所 有反倒 反倒沿路幫忙 我們的人 當然裡面也有媒體 有自己放棄的 這是當日記啦 你看 寫在筆記都沒放棄 這就不能亂講 公吃公主 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因為誰不是感同身受 看看別人 想想自己 許有文轉移 對啊 可以 趕快上去 可以 可以 可以啦 你要用這樣 這樣下去嗎 可以 這個比較熱 這個比較溫暖 我就可以 這個 他把這個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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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很溫暖 很感動 來來 按下去 這樣比較熱 有太多人開車經過 又折本 總想幫上想 每個人都用行動 見證 支持這套百萬步的愛 這樣那個 12點23人一下 到高雄 再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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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民國 97年 2008年 5月1號 對 我們就 開到那個 這個 觀音海岸 那個 東塔那個地方 就是出發的地點 5月1號 2008年 5月1號 晚上7點22 回到這個 觀音 海水異常 這個 這個就是 去年6月17號 出發的地點 從這裡出發 往安 再飛到這個地方 不遍 愛的誓言 緊緊握住你笑手 記得把愛要帶走 不遍坐車 兩人徒步走了75天 走了1139公里 旅程要結束了 老婆 你在想什麼呢 讓她有點濕透 她還要繼續 還要有肯定的眼神 叫我繼續帶她去 眼淚 拜託月亮 願她陪你 就台灣海邊 本島算是 到了一千 我推秀民 花了75天 實際上我這個是 徒步 我帶她徒步 是一種 散步的 岩柱法 就是散步 延長她的生命 我認為是有延長 只要沒有這個是徒步 帶她走一千 她可能前 早前兩年就 往生 生命走到終點就是 好像心裡上沒有什麼目標 她因為夢想要完成 所以生命才慢慢走到終點 所以我走到一半的時候 台東的時候 回來 住家復病房 我天天拿相片給她看的時候 欸 救命啊 海岸反倒 走到終點就是 我走到台東喔 還沒完成喔 只有過了一個禮拜 她喉過來了 老婆 雖然你已經沒有辦法回答我 我還是要謝謝 謝謝你的一語不發 謝謝你的無聲聖有聲 她們真的活得好辛苦 可是她們很努力地活下去 我們有什麼權 我們好守好者 媽媽 把我們生得這麼正常 然後 我們憑什麼 可以說放棄 在電影最後寫個1139 是愛的距離 讓大家去猜 那1139你完成了多少 搞不好你可以開車 你可以騎摩托車 你可以坐火車 那對你跟著你心愛的人 帶著她去 把1139完成 每當我一步步把你推向了海角天邊 你看見海窟石爛了嗎 當我們的旅程畫下的據點 記得多帶一片風景走 所以我後面安排了一句 一句對白 就是說 女生已經沒辦法講話了 男生就自言自語 我們要走沙 你要怎麼慶祝 女生根本沒回話 因為環遊世界 這樣不可以用走的 不然你把我送 這就是一種命運的那種互換 就是我這輩子我這樣陪你 下輩子換你這樣陪我 一種小很平凡的夫妻的深情 因為我們的環島之旅 永遠沒有終點 在另一個國度 明天就要再出發了 就是我這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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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腦萎縮症呢 是一種神經退化的遺傳疾病 可怕的是 目前是無藥可醫 等于是从证实罹患的那天开始 患者就像是被判了死刑 黄志勇说 其实环岛也是一种治疗 因为只要还没有走完 妻子就还有一个目标要去追寻 他感觉出来 妻子的内心是雀跃的 是期待的 走了越久 仿佛就能够悄悄地延长时间 延长妻子的生命 而当旅程走到了尽头 他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仿佛目标完成了 而那份战胜命运的意志力 也就越来越淡薄了 而妻子就在旅程结束之后的一年 不敌病魔不行并逝 我们继续来看 资论记者傅嘉庆 丁恩豪的报道 2008年4月26号 黄志勇推着妻子蔡秀明 来到了淡水 这是妻子最美的一天 这是个迟来25年的心愿 很高兴啊 很高兴我从来没有拍过婚纱了 仙人翻着婚纱罩 妻子努力想看清楚自己有多美 这一刻如果时间能够停革 多个十秒就好 追逐梦想的人生往往充满了希望 有时候人生怕的 反倒是梦想都实现了 而那一刻的力多出尽了 碰到问题就要面对 勇敢处理 戴着斗笠 黄志勇依旧带着充满希望的笑容 直接一回剩下他孤单一个人 平常陪在身旁的妻子秀明 就在21号离开人间 2009年9月20号 黄志勇在病床上 亲心跟妻子说了最后一声再见 过了84天 有各地人也是严重给人帮忙 尤其是一种告别心 是他的想法 我太爱想法 所以告别是种人就低调不办了 小孩认为说这样对他也好 因为他已经这个梦想也完成了 一些痛苦也结束了 我认为他就是说 他的梦想目标才完成了 他那个大脑的意识就没有 所推进他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他只是小脑萎作 可是大脑很清楚 所以你过去看他的时候 你打他其实他的肢体 他的感官会痛 这个是背大跟主流的差别 他当然有认为说很感谢我 最后往生的那几天都是微笑的 微笑的 是很微笑的高兴的离开 他大脑还很清晰 还是眼泪 我希望他好走 我跟他讲 他也知道了 我说我们这个徒步的故事 已经拍演电影了 他最后都是微笑的表情 我正在看那个 monitor 刚好有一阵雾飘过去 我说如果等一下有一阵 有三篮也不错 有三篮也不错 我就讲了一句话说 打电话叫三篮来吧 来了 雾飘进来了 好 乖乖 准备 这个时间点刚好 然后一边Action走 等到他们两个走进雾茫茫里面 整片山全部盖住 没得拍了 只有那个时间点 所以我会认为是 我刚刚讲那个片 本尊的女主角带着拍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